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护肤期收到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92期 今天给大家分享 传承系列一个核心级别 合体恐龙金刚里头的 这个叫伤疤 它不属于我们常看到的 G1的五条龙之一 它是这一次原创的第六个 是不是原创 还是其他系列作品 有出现这个人物 之前的话 有一些第三方出过蛇颈龙 那么这个的话 它的一个兽型 它的恐龙形态是一个 应该是甲龙吧 那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玩具 它应该可以排到 三角龙翼龙之后 它的人形除了后面 小腿后面比较空之外 其他的各个部分来说 其实还蛮有重量感 那么可动的话 给各位看一下 头部是一个左右转动关节 手臂的是一个大球关 还有一个变形的需要的 一个前后搓动的关节 你没事把武器脱下来干什么 这个可以看到 它是一双巨大的拳头 在这边 那变形成一把武器 相较于翼龙是两个 双枪变成一个拳头 它直接是一把巨枪 那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 脚 前 膝盖 脚踝的话 当然就没有关节了 那么这个关节的话 我个人感觉 这个部分这里 他们好像有自己做一个加强 是比较紧实的 但是我觉得摆久了 一样会 应该会完蛋的 那么身上的涂装 就大部分的是 这个银齐跟黄色的点缀了 胸口的话 有红色的条纹 薄派的标志在背后 这个头在后方 那很多人已经对这个 合体这个系列 已经直接弃坑了 好像是说合体起来太难看 那它也跟我六个成员 第六个成员是一个剑龙 剑龙的话 我目前还没有买到 据说量还是很少怎么样 所以这一套到底能不能够 把它凑齐 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凑了齐 我就把它拍完 凑不齐的话 我们就单独玩这几个恐龙 也是蛮不赖的了 那这款的变形 我比较喜欢 腰转180度之后 将这个两手臂 这个搓动 搓动这里的关节 把它朝中间来做一个组合 这头的话 就直接同转 把它给抬上来 扣上去夹住 那么小手的话在这里 那这原本的 这个组合的时候的凸 把它扣到这边 那两腿的话 这里两腿 这里把它做一个合并 合并之后 就直接的往上翻 翻折上去就行了 这里翻折上来 然后把它做一个组合 我这个没扣好 扣得不够漂亮 里头一共 它一共前后两侧是三个卡扣扣上去 而这个变形可以说是非常的流畅 真的真的很舒服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假货的 最后的原本的武器 就变形成了一个尾巴 OK 这个甲龙没问题吧 那么它的变形已经完成了 我自己喜欢 这个头也可爱 身形啊什么的 然后背上就带刺的一个造型 OK 很有重量感 放在桌上的话是 变形的话也是很快速 同样有重量感的雷龙 相比较起来 这个雷龙就真的是算是牺牲了最多的 那么他们的原本应该是他们的老大钢索 但是在这一套的设定是变成什么样 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翼龙这边 那最后是平均综合来说吧 应该是属于最优秀的一个是三角龙吧 相对来说各方面人型啊 兽型啊都是坚固的比较好的 那这五个家伙摆在一起也是好看啊 那么个人觉得 综合来说三角龙跟翼龙是属于第一档次的 那这个的话排在中间 然后第四个是钢索 最后一个是这个雷龙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那我如果说到剑龙的话呢 我们在最后把它合提起来吧 那究竟以后会不会有大祸 就大家拭目以待 那就这一集尽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抢